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备羽毛球网球这两个技能 当时在前期准备的时候也找了专业的教练和教练 却练了羽毛球和网球花一些时间 然后尽量达到跟动作上达到跟专业差不多吧 相似的50%吧 感觉你拍戏一直很拼吗 这边也有受伤 流鼻血什么的 流鼻血也不算很拼吧 你没流过鼻血吗 在北京这么干燥的地方 是干的吗 那不是因为那个 那我也是干的呀 我也不是被别人打的呀 水里的压墙什么的 那那那确实也是 那那个也就一天嘛 我也没有天天在水里面拍的 感觉完全不在乎来继续拍那种 就是得完成工作嘛 大家都一样 我就是我的工作得停业 工作得停业 爱情也包含了很多元素嘛 那你觉得事业性和感情下哪个更难一点 你要这么说话肯定还是 那不一样的难 一个是走心 一个是走身体 就是运动那方面肯定是 主要是体力上面的挑战比较大 那情感方面我们这些都叫爱情而已了 他肯定要把爱情感拍好嘛 肯定要把爱情感演好嘛 所以说都有挑战 那距离就是肌肤是素颜出镜的嘛 就是说偶像包袱别来沾边嘛 也没有刻意的去素颜 只是我只要被动素颜 就每天到现场 因为确实夏天的深圳 它确实气温太高了 而且我们老是拍外景打球 那个妆就上了脸 也就十分钟白就没有了 最后来就是也就是说 那没有化妆的必要了呀 那就干脆就每天就放这双合 就是有没有涂一涂就拍了 但是室内的时候还是化了妆的 并没有说全部素颜 这感觉好清爽啊 谢谢你 网友说你宋三川是边界感担当 你有看到吗 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生活中 还是要得有点边界感 那喜欢一个人并不是说 你和我在一起我喜欢你 走 其实这样的反应就是肯定不好 他也是在小心翼翼的一点点好像 一点点的接近 然后一点点的想要跟姐姐 就是跟两弯能有摩擦出爱情的火花嘛 对吧也是需要慢慢来嘛 所以边界感很重要 那你演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们自己加进去的小巧思吗 演绎的时候 你感觉你本人也是又暖又有边界感的那种 谢谢你啊 你再说了一下我都想不起来任何 其实因为我们剧本文本本身就够优秀 所以说剧本有很多 就是很温暖的小巧思 一下让我想想不起来 因为其实我们剧本里面有很多写的 宋三川是如何贴心的 就是去在人家玩家生活中去帮他排游解难啊 好像自己想都没有那些高级 输了是吗 对 输了 看剧本学到了 对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就是剧组的画风是什么样子的 剧组的画风啊 欢脱 现场有时候会烧起点一些吵闹 我哎 周宇童哎 其实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 就是戏份组的使命感吗 确实 进不住哪个场子冷 其实我我我我 我说的话你们都不信 我有时候也是会很设恐的 但是在剧组嘛 就大家工作的话 就是还是会希望有一个快乐的氛围嘛 而且我这人吧 有时候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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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多嘛 有时候我都不太爱打理了 那你平时是怎么调动起来气氛的呀 我没有说刻意的去调动气氛 只是大家在一个欢乐的一个创作氛围里面 自然而然的讲了一些有的没得的话 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 也没有说刻意的说哎 我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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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那种就是我们一定要 怎么样 就是只是 正常的就是大家开心的工作而已 就是全员都是 快乐天使 他也说就是很像可爱大狗狗 累累像一个很可爱的那种大狗狗 永远眼睛里都是冲你在笑很快乐很阳光的 你的内心还是什么 我想做个人 好好做个人 你有听说过就是周杰非常执着的 要给别人送自己签名照吗 那他有没有送给你过什么离谱的礼物 他确实是一个就是喜欢送东西的人 离谱吗 有点离谱 生日的时候他送我一块手表 是奥特曼手表 这不是你喜欢的呀 我好喜欢哦 啊太喜欢了 他送我一块奥特曼手表 单拍把这奥特曼手表呢 放在了一个非常好的包装里面 有被吓到 这是有欺骗性的包装 是的 他那个哎呀不提了 那个礼物我现在想想都觉得 不错 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好好的保保保保保安好 那个那个手表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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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特曼不打奥特曼啊 他前段时间有去海外拍戏吗 感觉怎么样 感觉都挺好的 唯一就是特别想念国内的美食 就是虽然说回到国有美好 有美食也不怎么会吃 但是你吃不吃和你吃不吃得到 它是两个事 在国外就看到你依然在做热心市民嘛 给别人指路 你说见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就忍不住出手吗 我现在真的觉得前段时间晚上思考 我在赫尔辛基 竟然都有人找我问路 他是外国人 他问我 那就是那个怎么怎么走 我说 哎呦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 我在想思考 我看起来很像本地人吗 还是我看起来很好问路吗 有没有可能只是想跟你搭设呢 不是不是那是一个年纪稍长的一位女子 他就问我 那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她们口音也终于听不懂 我真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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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两次 就是一找问路 在我们后来去法国拍了一下嘛 也有人找我问路 我刚到这两天 我怎么告诉你路走不走 你有混血干嘛 我不知道 我可能看起来就很知道路在哪里的样子吧 看起来靠谱 跟人长得比较像路牌 不知道 初到以来就是你的作品也出了很多爆款嘛 那对之后的演艺事业有什么期待或者规划吗 好好演戏好好做人 不做狗 对 这下有什么想拍的类型吗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类型 就是 像原剧 演一个看一个 像原剧 我已经年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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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